在那个大动荡大转折的时代 溥仪和普通人一样 也曾焦虑 也曾惶惶 他为了实现复辟大清朝的虚幻的肥皂泡 已经顾不得身后的麻眠 但出卖灵魂的梦想 最终被现实际的梦想多得异常 今天我们请到了 维满皇宫博物院副院长赵继敏女士 下面我们来听她讲一讲 关于维满洲时期的绝密往事 有请赵女士 您好 您好 欢迎光临绝密往事 谢谢 请坐 据您了解的就是溥仪在维满皇宫的时期 她每天都干些什么呢 她到维满皇宫任职政 或者当皇帝的起初 她还是早来挽走 勤勤恳恳的来办公 但是她后来渐渐的发现 她所采可的奏折 都是日本人事先写好的 那么她不可以驳回 更不可以更改 只能采可 揽西 知道了的字样 那么索性呢 她也就不到秦民楼 她的这种办公室去了 所以她就把她的寝宫积西楼 也监坐她的那个书房和办公的场所 那么后来民间有一个说法 官浦仪叫这个马桶皇帝 她有痔疮病 所以说上厕所的时间很长 那么她就是在这个养成了 在这个马桶上看书啊 看报啊 那么后期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奏折 都是在这个马桶上采可的 嗯 嗯